因為香港經常簡化了英文 例如我們問的 如果小朋友說 Do you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那小朋友就說 Yes, I have eight 八個兄弟姊妹? 我相信這個世代八個兄弟姊妹都挺難有的吧 但原來講講講 那些不是他的brother and sister 那些是他的什麼呢? 或者現在這個世代 因為少些人生寶寶 很多時候 如果表哥、表姐、表妹 堂哥、堂妹那些 我都要聽他們說 這個叫哥哥 這個叫妹妹 那很多小朋友就以為 這個是brother 這個是sister 所以我問他 Do you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他就告訴我八個 I have eight brothers or eight sisters 哇, that's a lot 但原來這些 不是叫brothers and sister的英文 那這些叫什麼呢? Cousins Cousins 這個字比較難讀 那個s要怎麼變成zzzz 那個聲音 Cousins 那你剛才的小朋友 應該就答 Yes, I do. I have eight cousins Do you have any cousins? Yes, I do. I have eight cousins 八個cousins 那麼多 那麼呢,廣東話呢 就會說 分到阿堂、阿表 那些 但是英文呢 就沒有分到阿堂、阿表 全部都是一個系列 就是所有的 都是我叫 Cousins Cousins 或者Cousins 就是一個 Cousins 就是很多個 好不好? 跟你Cousins出去玩啦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嘩! 看到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在這裡按like 還有在這裡按share 之後在YouTube那邊subscribe我 那就非常之好 謝謝各位 下次再見